大家好,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七夕节了,广大单身狗们你们,有新衣的对象吗? 没有,那很抱歉,你要继续单身一年了,如果有,就要小心了,看到下面这几部纯爱帮你,可能会想起以前的某个人,因此可能会出现感情危机哦,好了不开玩笑了,这次推荐的十部纯爱动漫,都是经典中的经典。 如果你喜欢吃狗粮,喜欢初恋的感觉,喜欢恋爱的感觉,那就不要错过任何一步,不然你不会了解爱情,到底会将人改变成什么样子。 以下动漫部分还明想起哪个写哪个。 一,好想告诉你,这是纯爱中的纯爱帆,很多人都将这部作品封为纯爱审作,这部动漫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,叫做好想急死你。 对于起这个名字,的人我真是无体投地,能出来这么贴切的名字,真的是领悟到了这部动漫的极致。 这部动漫节奏很慢,故事老套,但是却能够一点点敲击你的心房,让你在不知不解中被这清新的画面吸引入其中,动漫虽然色调简单,但是不经意出现的粉色画面让人不禁感叹。 这样的清春只有梦中才能见到,平淡的校园剧情,总是能够唤醒人们心中的回忆。 每一次听到爽子说,遇见风早同学真是太好了,的时候,我真的很羡慕,羡慕这纯纯的爱情,羡慕正互相为了对方着想的爱情。 二下雪密会正是一部成年人恋爱的动漫,也是一部很怨心的爱情。 如果说青春起的,恋爱是甜的,那么成年人的恋爱就是五味俱全的。 桂树说过,我该以什么样的速度,才能与你相遇,但是在这部动漫中,无论用什么样的速度都是无法相遇的。 因为两个相爱的人,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,下雪密会中有一个无法跨越的距离,生死。 记得有句话叫做,世界上最远的距离,不是生与死,而是我站在你面前,你就不知道我爱你,而这部动漫正好相反。 两个相爱的人,却有一个人死亡了,因此化作灵魂守护着女主。 但是这样的事情,随着一位男士的创务发生了变化,最后的结果到底如果就要观众们去动漫中自己寻找了。 三,擅长捉弄人的高木同学,这是一部喜剧绿形纯爱丹,但是这狗粮满满,看的时候甜的不行。 动漫前期的时候高木一直在作弄折锡片,但是第一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,高木是喜欢折锡片的,用我们视角去看。 满屏幕的甜蜜,看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捉弄我女朋友的时候,每一次看到他惊讶生气的样子都开心的不行。 而动画的后面尤其是十一,十二话的时候,我们看到了高木另一面。 当看到西片第一次反击的时候,我是激动的不行,高木害羞的样子更可爱不是吗? 现在再让我去评价哪一部初恋动漫最好看,我一定选择擅长捉弄人的高木同学,因为这才是我们初恋的状态不是不吗? 四,四月是你的谎言,我最花大,乐器是钢琴。 但是当看过这部动漫后,我发现原来小提琴配钢琴,才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。 这是一部画风非常清晰,青春的动漫。 虽然剧情有点小老套,但是不妨啊,这是一部深入人心的好动漫。 网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话,此生无悔入四月,来试验座有人A。 没错,这就是一部让人如此动容的动漫。 尤其的动漫最后一集最后十分钟,可以说每一分钟,都在敲击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感情,每一秒都在挑拨我们的内线。 我是否住进某人心房了呢? 是啊,我是否住进你的心房了呢? 连鞋都没脱就住进,来了呢? 让我与你相遇的春天,就要来了。 再也没有你的春天,就要来了。 五,恋如一只大叔与小女孩,如果是现实中看到,我肯定会想到金钱与肉体的交换。 但是这部动漫是让我们看到完全不同的一面。 这种大叔配少女的文革感,被纯真的感情完全都打破了。 在这里你可以放下所有的杂念,然后欣赏一场感人,纯真的动漫就可以了。 这部动漫之所以好看,在语走心,真实,这是一部完全全日常生活所拼凑的动漫。 没有无脑的神操作,没有大起大落的感情起伏,一切都来源于生活,却又高于生活。 而动画中对于男女主角的心理描写刻画非常的味,同时,动画中的细节刻画非常的味,女主的各种小动作,真的活脱脱一位恋爱女孩,羞涩又渴望爱情的样子真的是太可爱了。 下期预告,生下五部经典纯奶动漫明天发布,明天就是七夕了,祝大家七夕快乐。 如果没有对象的看看我,分享的动漫吧,狗粮很好吃哦。 请不吝点赞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